大家好,歡迎回到 NHK 廣東話軍事頻道 節目是軍武器,原來你的節目主持 Larry 這一節的世界復復消息想說 伊利瑟瑪麗王號的打擊群終於回家了 現在仍然在中東亞曼那邊 都好像不急走的情況 但今天上錄大家更新 包括一些官兵被傳媒報導 他們在南海都經常發現中國潛艇 不過他們都稱讚中國軍機和軍艦 都是保持專業距離 不需要出動到南上的F-35B 做戒備、空中攔截 和俄羅斯那邊的情況相當不同 我們今天也為大家報導一下這個情況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Like這條影片 Like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推上一些 幫助我們廣東話軍事頻道 在雲雲的英語、國語的軍事頻道裡面 可以擺前一點 可以給多些其他朋友認識 另外可以幫忙看下小廣告 小廣告可能10-20秒 長廣告可以30秒左右 有時候真的不用看20秒 不需要 不過你開過另一個Windows去玩 我們也無人歡迎 好,麻煩回來 講到英國傳媒那邊 報道 其實無論是今年的8月或10月 還有伊利三百女學號的打擊群 進入南海附近 進進出出兩次 一次進入 大家看到路線 沿著新加坡那邊進入 接著很快便直去韓國和日本 再回來又做了很多不同的演習 所以南海的正式進出兩次 不過它也很給面 其實真的沒有穿過台灣內峽 不過不小心 另外一艘軍艦也穿過台灣內峽 但起碼也不是戰鬥群 但是戰鬥群穿台灣內峽 也不是那麼理想的 所以英國有沒有挑戰到中國的自由航行 其實它也是有的 真的穿過台灣內峽 這個敏感的地方 再在你南海再做演習 所以其實都幾觸動到中國的神經 但是你看到中國也沒有很大規模 作出一些很盛大的反應 其實也不算 不過你發覺 報道上 SESP 和什麼都好 他們經常都有去報道 伊利三百女王號和戰鬥群的位置 大家的網友也都要關心 包括中國的航空母艦和伊利三百女王號 我們說到其實時間相約 敏偉相約 大家在時空出現的有兩手 一手是伊利三百女王號 一手是中國的CV-17山東號 其實他們差不多時間出世 敏偉差不多 大家都是中野航母 但上面當然 第一,你的作戰指揮系統不同 上面的攬罪機也不同 以及他們的類型也相當不同 一個是我們說的Stober 一個是Stove的航空母艦 你沒想到短兵相接的時間 最後大家都無緣相見 但航空母艦雖然無緣相見 但潛艇的追逐戰從來都少不了 大家也經常聽我們軍武器說 水下的鬥爭其實有為激烈 所以英國貴圍在冷戰時代 北約那邊搜尋前蘇聯潛艇的大佬 真的不停地穩 來到中國水域的戒備也相當深嚴 非常正規地穩造反潛戰 當然他們有二三型巡防艦 它的反潛能力相當不錯 後面也有一條拖役陣列 即被動升納去穩定潛艇出塞 另外亦有一個瘦屈一指的反潛直升機 Merlin直升機 其實他們作出反潛力量也相當強悍 常常都是Time 23 再加Merlin去找對方的潛艇 理論上幾十公里幾十公里去找的話 你真的跟車太貼 真的好容易被捉到 所以方圓幾十公里以內 如果你現身都很難忘記過 現時今時今日 如果對方大概知道你在附近 有心要捉你 潛艇基本都是Sitting Duck 死定的 所以潛艇只能夠心理佔大一切 就是你沒辦法知道究竟他在不在現場 但是對方這種反潛的搜尋 就一定做了 所以理論上潛艇只能守 而我們說反潛艇是真的攻 萬一你被Merlin直升機找到你 那就糟糕了 然後他就會放魚雷打你 當然今次在南海裡 據說他們曾經捉過三次093 三手都捉出來 他們的acoustic signature 全部都被他捉齊了 即是沒有辦法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聲文都被人立了 所以某程度上你曝光了 不過你當作093 093B也好 測試一下自己 究竟現在有多隱身 還有可能在接下來 這麼放膽的情況下 是否說095也很快便會出生 所以093便無所謂 即管在水尾的時候 做一個測試 但是今次我們都相信 其實都還未動用到 即是美軍我們所說的水下監聽網 純粹是英軍一己之力 就找到三手093 093B等等 就出來的 我們說到核子潛艇 當然它有它的噪音來源 其中一個噪音來源 來自於這個我們叫冷卻泵 它會製造出幾大聲響出來 所以這個冷卻泵 是其中一個會製造聲音 另一個就是螺旋掌 螺旋掌 即是它會有一個空化現象出現 即是當它快速轉動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相當細壓力區的時候 很容易會產生氣泡 黏著它們的掌葉 一直沿著你的轉動發出去 其實這種爆破聲是相當誇張的 真的遠到幾百公里都聽到的 所以掌葉是很考究的 現在很多的核動力都應用了泵推 泵推即是外面會再包一股東西 令到它的氣化現象再減低些 所以大家看到基敏級也好 維整尼亞級也好 其實它們以往泵推的現象 令到它們的分貝降得很低 海洋級真的降到95分貝 和海洋平均90分貝已經相當接近 所以極難找到你 講到基敏級也很難找到大約100左右 是相當難才找到基敏級 但是中國潛艇093至今 很多時候都說它大約110分貝左右 有點像洛杉基級第一代的情況 如果大家不明白 我們又給大家一些圖片容易消化 這個亦是不同年代的潛艇操陰水平 當然大家會看到 上一代637是沉悟級 688是洛杉基級 688是下一代 然後就是洛杉基的新級數 然後到海浪級 然後到NSSN應該是維整尼亞級 大家可以觀察到 中國漢級是吵到沒有朋友 真的非常吵 即是1970幾、1980年代的技術 093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它 其實與1980年代的Vector3 這個級數大致相約 當然就是與現在 例如說後來改型 和Akula這些 真的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經過10年的努力 去到093A、093B的時候 其實已經最近了 你看到它已經開始追近Akula的形式 但是當然 你觀察 還會與現在的北方之神 和海浪 或者維整尼亞級 都還是一大段距離不過 老實說 中國其實都已經 急匹直追的情況出現 所以你會看到它已經開始 比較接近 美國的七、八十年代前的技術 其實都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另外還有其他資料的消息 有時候我們都要這樣聘合一起去看 因為不同的資料 不同的程度 都有它的原因 我們現在再觀察 即你會觀察 這就是美國和俄羅斯 或者前蘇聯的情況 大家先看看 大概Vector3 就是我們經常說 中國會比較相似 即是這個情況 是早一點的年份 這個已經大量改善了 大量改善之後 基本上與 這裏的洛杉基級是持平的 然後你再看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情況 如果我們一直去看 他們漢級當然是相當之吵 好少少 下級是最吵 漢級好少少 然後雙級也是吵 進級就會靜少少 Vector3剛才我們說過 其實在這裏看 你似乎是進級 又沒有去到Vector3的級數 那麼好 其實每個Source的情報 看起來也有少少不同 有時大家只能作參考 大概拿到一個數目 這亦是來自中國智庫的想法 那些想法有幾特別 首先我們說091漢級 第一代攻擊潛艇 不用說 吵到誰人都一開機 但是091漢級比岸都聽到 你想想 那個年代 594也是尋餘級 即是再之前的級數 更吵過它 即是比它們的之前 很多代都是吵的 093也算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大概和Alpha級 Alpha級也是當時很進步的前提 以及Vector3已經開始接近 但當時已經是2000年的時代 你追到大概是1970年中的蘇聯技術 大致上與美國前兩代的核潛艇 的級數大致相同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 與美國的差距足足有40年 好 然後就是中國急避直追 去到093A 大概與改善了的Vector3相約 剛才亦都給大家看過 改善了的Vector3 大概的級數是落產幾級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張圖很有可能 參考的來源 是來自於這個置庫 所以又不能說它沒有信任度 這個位置 令到093A依然有一定的信服力 接著你見到到093B 093B大概是去到 Apula的急數 以及去到洛杉磯 及後新的形態情況 當然與海浪級仍有很大分別 與北風之神仍有很大分別 不過如果你再看095A 他們的預測 當然是Project 他們說會去到下一級的潛頂 即是維吉尼亞級 以及海浪級的級數 信不信就是由你 但我們這樣看 095的意思是 接近2030年代的出品 美國到時會有SSNX 下一代攻擊型的潛頂會出來 而俄羅斯那邊亦會出新的攻擊潛頂 現在他們亦有Berade Glass 出了例 我們會再觀察他們的噪音情況 不過大家都觀察到 平均來說 事實上中國潛頂的噪音 是真的比較大 當然說到中國被人發現的093 常常被人發現 093其實都有進步 你見到093開始時有槍 及後到093B沒有槍 以及由093A開始 少少改善他們的流線外形 你見到很多時有一個繁罩前面 你見到加了一個slope 令到水流過時會順滅很多 這個位置亦會產生一個signature 而且你會發覺093B後面 在一個rugger上面 會多了一個拖曳的陣列 變成再先進一點 不用搞瘋狂的衣蠻 以及這個在一個繁罩後面 一個拱起物 這個真的很令人遐想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很多人都說這個其實就是 他們的垂直發射系統 即我們所謂的垂發系統 我相信這裡大概裝8飛至10飛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攻擊型 用甚麼呢? 用益擊18 就是一個6弓型的飛彈 你當作戰斧 但理論上前面這裡有6發的 魚雷管其實一樣可以發射到 巡航飛彈在這個年代 你見如機敏級就是這樣玩的 我個人認為這個位置 是否真的會安裝VLS 我個人認為不是的 老實第一 你未見過有片段 如果大家真的有片或有照片 記得給小朋友 你可以在下面貼條連結 即是讓我打開眼界 我真的未見過 可能是絕密檔案 我真的沒有這個資訊 所以大家真的 你真的有 你真的記得下面貼條連結 我立即去補充一下 既然沒有試射 我傾向相信沒有 純粹這個位置 是否要做一些試驗 所以暫時是否真的裝 我不是太樂觀 始終射了我又順有 但是因為普遍 軍事評論家都相信 這個093B是有 對陸攻擊導彈攻擊系統 我有保留 始終是眼見為實 它沒有我又不太出現 沒有見到 還有中國官方 對這件事情 沒有特別去大輸特輸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 傾向相信沒有 但是很多人當它有的情況 所以說093B 尤其是093B 對附近的一些海水目標 還有危險性會大增 但是我相信 接下來 093都已經不是中國的潛艇的終點 應該現在向前走的 就是發展095 095其實也有聲音 在湖露島 中國的核潛艇基地 主要都是它不停製造核潛艇的地方 現在優先會處理095 以及接下來再新型的095 都是先搞095 搞095 當然我們相信 它隱形的程度 好像剛才所說 應該會大升 希望可以去到 大概去到美國 即現在這個新一代 都是追回上一代 但是你見 至少它追的距離少很多 但是你問我 我就不是太相信 可以追到海狼級的 我猜它大概可以勉勉強強 會再降幾個分貝 去到大概 勉勉強強 在100分貝左右 其實已經很好 已經可以追得到 大概現在基敏級的情況 其實對中國潛艇來說 已經是一種驕傲 但是當然我會看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它們要獵殺潛艇 不會只是獵殺你攻擊型的潛艇 它們一定會獵殺你的彈道導彈潛艇 因為這個關乎滅國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去具備彈道導彈潛艇 例如094 094A、094有六艘 接下來再有096的話 應該就有八艘 2030年我們保守估計 應該有八艘的彈道導彈潛艇會服役 怎樣看呢 我們最重要是檢查它的罷頭 經常看著衛星圖 你大概會猜到 有時它會打開彈坑給你看 我們估計它們現在正在發展新型的彈道導彈 以往用巨浪2型 巨浪2型的射程大概是4000英里左右 4000英里大概是7000多公里 7000多公里 老實說 你大概能射到夏威夷 你真的要打到美國西岸 你就要潛出去關道以外 這樣就可以打到遠一點 如果你要打到美國全境 起碼要過夏威夷 這層重重的難關 你都頗難過的 我們說到094這個情況 而094的噪音 又要提醒大家 這個噪音大概是這個level 這個level 都頗難可以突破到這麼多重的島鏈 攻擊美國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相信 現在都要去到096 又或者 真的做新一代的彈道導彈出來 例如我們說巨浪3 巨浪3 我們相信它的base 是用東風31AG 或者有人叫東風31B 它裡面有三至八飛分導彈頭 如果你用東風31AG 來做個改譯 其實它本身的彈體長度 就不太誇張 都是13米左右 它的射程大概是11000公里左右 11000公里 你說真的要遮蓋美國全境 就是有一點問問的 尤其是如果你在南海發射 就真的不到 但如果你能夠再出些 例如你去到渤海灣射 會好一點 因為比較近北極航線 都是駛車邊 也未必一定能夠打到華盛頓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相信 如果中國要做到096 或者巨浪3 其實還是需要它們 在附近的海域遊翼 然後公海發射這支飛彈 而且老實 通常你要有一個戰術突擊性 你都真的要在大洋深處 然後突然來一個突擊 發射SLBM出來 令到對方絕不及防 以前我們所說的 前蘇聯 美國也是這樣玩的 都是大洋爭霸 你都要在大洋深處 去獵殺對方的SSPN 所以我們相信 其實094和096 你滅小不了 接下來都要有這個經驗 是要出去大海巡浴 但暫時還未是時候 暫時還未聽到 去獵殺094和094A 即是公海發現094和094A的情況 所以暫時還未展開 他們的核子巡翼之旅 但當然隨著時間 怎會這樣過去呢? 這個我們都不敢說 將來會不會096出動到這樣? 然後紅潮風暴這些電影的橋段 會不會有一個中國版本 真是軍迷來說 會覺得相當精彩 但對世界和平來說 其實是相當兇險的 好啊 這就是我們今天說到 伊利莎伯女王號戰鬥群 他們去找中國的潛艇出來 亦都看到 間接看到中國現在的潛艇 發展成長的情況 大家喜歡記得光手看廣告 以及訂購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亦可以訂購我們的Patreon 每月頻道 30多元價錢 其實很幫助我們每日 支持廣東話做放送的事情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 大家可以在潛艇這個問題 去掘深一點 小弟已經在做一個講述 講述潛艇如何去生存 潛艇生存的情況 以及之前我們講到寶女的概念 我想掘深一點 就是和大家介紹 冷戰時代寶女的戰術如何處理 有很多東西等於小弟去做 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們都想看多些主持 所以如果多些主持 可以幫助我們發掘多些不同的題目 我們便會相當開心 另外亦都11月 搭11月其實就是我們NHK 這兩周年的紀念 不確不確 原來我們NHK都已經玩了兩年了 現在大概有4萬訂閱 我相信過多兩天可能有 所以大家幫幫忙 盡量發給一些朋友 就可以叫他們訂閱 不過你故意開回假帳 來整理又好像沒什麼必要 好像星期二那些也不需要 所以就給多些朋友認識 我們便用廣東話 去做和大家放送一些正確實時的 一些廣東話的軍事新聞 好 我們是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的世界復活消息再見 拜拜